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入口有架起DV来搜证 那么霹雳小组也是鹤枪时代的严震以待 而在这个散场的时候呢 就有帮派的成员酒后跟警方起了口角冲突 用言语来辱骂这个园警说是流氓 结果就被一五入公这个罪嫌呢 带回去征讯 工作人员可以让人照到你侮辱的吗 我不是对你说啦 我快回警察局长 你可以请律师 你可以保持沉默 我会请 门关起来啦 轮关起来 被带上检车的竹联邦成员 本脸通红醉醺醺醺 他刚结束竹联邦企业春酒 在棋楼下不满远景向前盘查 于是用言语 辱骂霹雳小组 试流氓 被带回分局争讯 同样也结束春酒的朋友 一行人立刻赶往分局关切 我没什么事情 就不想起来 不想起来而已 对啊 我们是取地消费是什么 这个喝酒 全国大药 星期日晚间 竹联邦在台北市一家知名饭店 举行企业春酒 席开一百二十桌 大哥家小弟 人数多达一千两百人 警方高度戒备 在每个大厅入口和电梯 架设TV搜证 引来不少外国游客围观 在路口还有好几名霹雳小组 鹤枪使弹 弥漫一股紧张气氛 而就在春酒结束的时候 这名帮派成员酒喝多了 不配合警方盘查身份 双方起口角互呛 还以流氓两个字 称呼执行远景 在众目睽睽下挑战公权力 下场就是被押上警车 带回真讯 中天新闻台北 中文报道 好 帮派的经营 现在也走企业化的模式 所以呢 当我们看到一般的这个民间企业 都有所谓的尾牙啦 都有在办春酒啦 好像黑帮也少不了咯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 那有没有裁员跟减薪哦 那另外呢 我们看到这个黑帮分子 他们在共同聚会之余 常常你都会看到什么呢 看到有演艺圈的朋友啊 他们到场 到底这个黑帮 他们跟演艺圈的朋友 是如此的这个紧密关系 是怎么样形成的呢 我们再待会也要一一来讨论 先来介绍我们这个小时的来宾 最旁边这一位是资深的影剧人陈玲玲 玲玲 欢迎你 大家好 资深媒体记者黄敬平 大家午安 黄光晴 大家好 陈东好 大家午安 还有资深媒体人刘逸宏 大家好 好 一开始哦 我想先这个看一下 这个刚刚我们这个场子哦 蛮好奇的 我不知道我们的新闻同业当中哦 包括这个敬平啦 或者是逸宏哥 你们有去参加吗 这个逸宏哥 因为听说其实你也蛮多这个朋友哦 那是不是可以先来聊一下 祖连今天这次春酒 我没有去了 他们没有请我了 哦 这次没请 因为他 我跟他要认识 但是他大概也 我们去大概也不是很方便 那我以前也参加过别的 帮派的那个春酒 那今天大家想说他们喝春酒 是什么妨碍公权利 我不晓得他们妨碍什么公权利 难道帮派不可以喝春酒吗 嗯 帮派 子资加犯罪 才会构成子资犯罪防治条例 是 你有子资没有犯罪 光子资是 是合法 合法结社的 那他没有说 像白狼他就组一个统一党 他是统一党 他如果是干坏事 你是用帮派来办他 嗯 那主联邦现在这些人 他们 大家聚会在黄桃饭店吃饭 换什么话我搞不清楚 不是说我支持组联邦 而是说警察大可不必说 你是如果预先知道 他们那是有人犯罪 你暗中监控就好了 你不要所有马路 这边设一个摄影机 那个设一个摄影机 人家去喝春酒 又照相又取利 又是喝枪实弹 这不触人家没通吗 我做东西吃饭不行吗 所以我是觉得警察这个 奋计要把它弄清楚 每次其实公开场合 喝春酒的场合 还有公计的场合 帮派分子都不会闹事 因为他们明知道 有警察在那边 他怎么会闹事呢 他都是警察不在的时候 才去闹事嘛 那你警察这个不是在表演吗 表演说 我知道你们要喝春酒 但是我表现我的警力 你说黑帮在我控制之下 真的警察真的跟黑帮 能用这样表示你的控制吗 你的控制是按地安地理 他们要做坏事的时候 那个箭报才有用 人家喝春酒 或是娶媳妇 找了一堆人来吃饭 你每天到晚 你去那边搜证 难怪人家骂你牛毛嘛 牛毛骂警察牛毛 整个乱掉了 乱了套了 我不是支持黑道 而是说警察执法的时候 要先了解他们 到底有没有犯罪 才去监控嘛 东豪其实这个 因为这个所在的饭 就是饭店 它其实是在南京商圈嘛 那所以是松山分局 他们出动了大批的这个警力 去所谓的维护秩序跟监控 那刚刚我们其实从画面当中 我们看到我们中天记者 所拍到的那一小段呢 是这个竹联邦的分子呢 那么被这个警察推进车子里面 然后呢这个警察还骂 这个竹联邦的这个成员 那印象中其实可能我们以前 也看过蛮多的就是 都是这个黑帮分子在跟警察 嗆瞎 那可是刚刚看起来就不太一样 就是说松山分局的这个远警 好像感觉是硬起来了 那这个你的看法呢 因为他这个喝春酒呢 显然那个竹联邦的那个 那个人喝多了 所以你去吐警察 警察一定当场反击 那其实这只是个小插曲 但是你整个 其实因为那个饭店 过去有很多台北市的 外省瓜的帮派 都喜欢在那个场合那个地点 对 那以前我们有去参加过 那我记得侯友宜 那时候在台北市的时候 他大概他的做法 不会像这一个做法 就是说 以前我们在看到的时候 基本的第一个 你大概不会看到他把枪背出来 是 然后那时候大概都事情大 然后他们都是便衣 然后也收证 任何只要是帮派聚会的场合 他都会做收证 所以他们去 不论是尾牙还是圈九 他们是不会带武器的咯 不会 因为那个场合基本上是一个 不管是他这些帮派 基本上都内部的一个联谊 然后是做面子的 这时候还要邀请人来 像过去就有一些政治人物 又要受邀去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主人的面子 所以这是个做面子的场合 但是呢 往往酒喝多了会有一些小插曲 摩擦 会有一些小摩擦 但是一般来讲 这种场合都不会出事 我过去也参加过 没有那么大的 是比较小的一个帮派的一个堂口 那呢 他们是同一个帮派 有四个堂 然后呢 平常大家呢 虽然是同一个帮派 可是其实平常 彼此之间不见得那么长往来 还有 很多人喔 不晓得谁 会有一个新成员加入 所以有时候会搞不清楚 谁是谁 往往他透过这个场合来认识一下说 原来除了我这一个堂里面的人以外 其他三个堂 就有什么新的重要成员加入 就是来联谊的就是了 彼此联谊认识一下 那其实 那个场合通常来讲就是 我们都是 我们通常去参加的时候啊 都是去认人 也是我们跟你说一样 我想知道说 这个帮派现在多了些哪些的人 摄影有的时候去拍 都是要拍什么呢 拍一些大头照 以后都可以用得到 以前没有勾仔队的时候 我们大概 因为基于尊重也不会拍 基本上也不要惹麻烦 但是呢 你透过那个场合 你可以看到说 帮派的人是怎么样 政界的人是哪些人会参加 有没有企业界的人会参加 其实帮派在台湾社会 大家很讨厌 可是呢 它是一个确实存在的东西 里面它是反映了 我们社会的一个生一个生态圈 那里面会有很多故事 那时候我们在跑新闻的时候 对这样子一个社交圈啊 这种特殊的社交圈啊 是非常有趣 因为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事情 是 不过东豪我补充请教你 像刚刚益鸿哥他说 他以前当然就是有朋友 可能请他那他就去 但是那您也是吗 还是说其实就像是 他们也有自主所谓的这个公关啦 或者像什么发言人啦 然后呢这个你就获邀 因为你是媒体的记者 所以你就去参加 他不是 因为我是说主办那场春酒的 那个堂口的 的负责人我认识 是 然后他就说 我问他说我可不可以去看 他说你来看啊 你来看没关系啊 你不要来拍照就好了 所以我就去 没有看过嘛 就赶快去看一下 帮派的春酒是怎么样 敬平那像这个活动 你也差点要去参加吗 他有邀请我 但是我昨天有事情没有去 因为那个就正如东豪哥所提到的 那个 他一般是主办的那个堂口 他们会有一个联络人 会跟你联络 然后邀请你看 就来看一看 所以昨天我自己的朋友就是同业啊 也有一些记者有去啊 那据他们形容就是说 昨天其实媒体做他开了两桌 那不能带摄影机和照相机 录音机进去 大哥大手机是可以的啊 那一般那个记者也不会在现场 拿来拍 因为尊重他们 他们不希望这样 因为有以前曾经发生过说 媒体记者 媒体界很好奇说 他们的春酒是怎么办的 就买通那个餐厅的服务生 上菜的时候带那个 那个真孔摄影机之类 然后偷拍 然后再大肆加以报道 引起他们那个里面的人 其实不太不太舒服啦 就有引起他们的不快 那这一次的春酒 其实一方面他们就是 主要的意义就是在于 在于纪念他们的所谓的那个 陈奇礼 以前的老大叫陈仙 四四三周年 那这三年来 其实有那个 他们现在的那个精神领袖 摇摇黄绍成 他来办这个活动 他这三年来陆陆续续有办 只是今年看起来 似乎规模比较大 旗开120桌左右 那他就是各路人马都到齐啦 那另外一个意义 用意在于说 他主要是在提升 他这个帮中的江湖地位 就是提升他的企业能见度 那所以 其实也有点公关宣传 然后再加上刚刚东豪哥有提到了 除了竹联邦之外 他的死对头 天道猛昨天没有去 那还有夭夭黄绍 他的另外一个那个 在帮中好像跟他有一些心结的 就是那个赵尔文 他也没到 那赵尔文跟他旗下的司堂 爆堂跟校堂也没有去 所以有这些就是大家会观察这几个 其他像本土的 包括在地的松联邦 还有几个像那个 冯飞沙 几个那些帮派啊 都有去 那天道我们就没去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但是仲冠线上 几乎要角都到了 大概就是像刚刚东豪哥讲的 一个联谊 然后互相认识 以后大家在街上 或者是什么厮杀的时候 彼此的老大 或者是角头 堂主 副堂主 甚至长法 直视 照过面 那小弟出事的话 还可以彼此 不会把冲突扩大 是 光潜你知道 其实像这个 刚刚我们在讲到的是 王朝饭店 这是在南京商圈嘛 那其实呢 过去像是在中山区啦 或者是这个 另外有一家这个饭店 好像也是 他们常常集会的 这个场所啊 伴这种尾牙拉 撑酒的这个地方 或者他们好像 总是有习惯 选择的一些地方 不知道是不是说 这些餐厅啊 或者是餐饮业者 跟他们其实都是 很好很好的朋友 玉琴大概是 看到我很天真 纯真 没有去过这些场合 其实事实上 我常去这些场合 就是说第一个 要不然就是 嫁女儿 要不然娶媳妇 要不然是春酒 春酒我是去过一次 像上次赵尔文 他嫁女儿的时候 其实夭夭有来 其实并不像外传说 两个这个老大之间 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死仇 其实那天夭夭有来 而且还坐轮椅 他那脚摔伤了 之类的 其实他们每次 大概会选 都好讲的 就是固定的某个餐厅 像我上去那个也是 席开 就是从 有点那个场合 就从南座到北 就是你有的空间 你大概都摆上桌椅了 通常这种春酒也是 上摆桌才能显示 这个老大的气魄 对那你这样开个摆桌的话 那到场就有上千人 而且我跟你讲 上一次婚礼唱歌的艺人 跟这一次去春酒的艺人 是大同小异 差不多就是那些 上次看到造船 这次又有造船 其实他们就是 那个场合就是说 大概大家都 很多人都有抽烟 所以你看那个烟雾弥漫 那个场合就是说 他们比较好抽烟 不必跑到外面去 然后就是 而且他们掏米面的时候 你往往就说 这个叫得出名号 你在里面其实本来 可能不能抽的 但是也没有人敢来 敢制止你 因为他们可能就是 整个场地都包下来的 他们常常会包场地 都变成自己人 而且他们第二趟 你看他们包那个场地 就是说 去哪个KTV 或是哪个那种 什么美人 哇整个全包起来 就是说 那个人多到 然后后来也会有一些 政治人物啊 什么朋友啊 媒体人啊 艺人啊 什么都在一起 然后他们一掏名片 你想说 这个不是以前我们 媒体采访过程当中 曾经报导过 哪个事件的名字是谁吗 他就坐在你对面 然后一掏名片就是 什么什么公司的 什么董事长 总经理之类的 就是你讲的企业化 所以这个 我认为这个场合没有什么 包括人家办喜事 帮人家喝个春酒 上次也是一样 你在那个饭店周边 好像大堵车 虽然是假日 可是你会看到 鹤枪实弹的远景 穿着那个防弹衣 那个枪都很长 在那边 你只要经过的时候 只有我没被盘查 其他经过的 都把人家叫住哦 然后盘查 叫人家掏身份证哦 那我是觉得说没有必要嘛 人家有他的一个自由 他可以去喝喜酒啊 他也可以去撑他春酒啊 那你平常呢 你警方你办案 我们讲的是说 你真正的罪犯 你这个茶器的话 你要有点力 结果人家不过去喝个春酒 你每个都叫下来 看身份证 但是说或许随机 你可能会哪些有案在身嘛 可是那也不是这样子办案 就是警方好像在这个时候很大声 我们公权力得以伸张 可是事实上 他真正在组织犯罪的部分的部分 你又没有说给人家感觉说 你维护治安是有效的 所以这两个之间如何去链接 而不是只是看到这个场面 你把他推进去他喝多了 他对你可能有一些不理 那比较大声 你推他进去你也跟他大声 我觉得警察是不是这样 就很够力了 可是你真正办案 是不是绩效是这样 都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 他们其实这个里面的这个 黑帮的成员们 他们没有任何一个是带武器 所以警察就是讲话 就变得很大声了 义鸿哥 牛邦跟警察讲话 牛邦本来就是 有些就是帮派分子 他本来是不是很有礼貌的人 平时讲话口气大了 习惯了嘛 有些喝了一点酒 我觉得他的直觉是认为 我又没有办法 我来 大家请我喝个春酒 你来不找我麻烦 又是蓝茶又是盘检 又是对我怎么样 讲你几句不行 这是因为有摄影机在照 所以就 他说我不是在讲你 我看这个事 他最后也不了了之 我是觉得警察以后 对付帮派 不要用这种作秀的方式 你对帮派是要深入了解 要深入了解哪些人 是已经重量了 你说那个护头 刘正南 刘正南就是 把马面的枪夺下来 人家连郑文都感激他 还包了个红包给他 你去盘查刘正南干什么 刘正南今天如果干了坏事 他敢去喝春酒 通级犯刘正南 他敢出面吗 他不敢了嘛 对 可是他好像心情不太好 他说好像在那次事件之后 他的琐事变得特别的多 我不知道什么琐事 因为像昨天刘正南去哪边 他也带了一些朋友 那有人说是他的小弟 但也有人说他的朋友 他去 他好像听说 他这个心情不是很好 因为成为媒体瞩目的焦点 但是他听说昨天去那个场 很多里面的道上的人 都会跟他打招呼 那一方面最近的事情 影响到他自己 然后再方面 就是昨天那个场 就像刚刚讲到的 警察出动了那么多 有那种作秀的心态 所以我们今天也看到那种 兄弟啊 他也会抱着这种作秀的心情 因为他看到摄影机 其实也是 也会人来风 他就是故意呛警察 然后我不是骂你啊 怎么样怎么样 在某种程度来说 他也觉得他红了 他在这个道上 这个圈子 这也是他想出风头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小弟也要搏板面 也很无聊 对搏板面 所以他就会去呛 那昨天还有一个插曲 是可爱媒体没拍到 就听说也是昨天 他们因为在那个饭店 有三个出路口 楼梯嘛 那在二楼那个 他们都在警察 都在餐厅外面去做那个 搜证和录影机 那个监测嘛 监视这样 他并不敢进去那个餐厅 不好意思去打人家 就是大家有一个界限战 好像喝完酒之后 有一个 听说是一个四海帮的人 就跑去踹一个 那个穿便衣的人 就是那个 拿着录影机的 然后他也是喝酒 酒厚了多 摊杯了之后 他就踹对方 结果后来就当场 被三个制服员警架走 带回去那个分局里面 然后后来 因为他踹的那个 是便衣的刑警 结果他自己就解读说 他以为是那个记者 他以为是记者 其实都带有几分醉意 然后想要知识啊 闹事啊 虽然曾经警察 在这种场合啊 架摄影机 曾经抓到说 有一些角头大哥 他不知道 他已经被通缉多年了 或者是那些状况 带回去还 两样傻傻 真的就是正在抓的人 然后被带回去 曾经有这个记录 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说你这种大张旗鼓的方式 往往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只会在这种场合 好像展现你的公权力 在其他真的要你办案的时候 又做不到 但是另外一点 就变成又思考说 如果说他们没到场 又发生什么事件的话 往往第二天的媒体 可能又会抨击他们 是 那林林我请教你 为什么我们常常在 这样子的场合当中 都看到艺人 而且诚如 刚刚我们其他的来宾 已经谈到的说 其实还会看到 都是一些熟面孔 老面孔 可能就是固定会去参加 这样子的一些 场合的这个艺人朋友 为什么会这样 对 刚刚各位这个 就发表高见 其实大家不要忘记 黑道大哥也是人 他也有他的婚上喜庆 交际应酬 他也是粉丝 所以很多黑道大哥 其实也蛮喜欢 跟艺人做朋友的 那这要追溯到什么时候 追溯到早期 我们电影圈 还有秀场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们到中南部去拍戏 做秀的时候 那黑道大哥 脚头老大 那时候就会出来 那有时候不见得 是有任何利害关系 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真正的黑道大哥 他其实是 你是看不出来的 他就跟普通人一样 他也不会横眉素眼 也不会随便 动作就拿枪出来 反而那种常常知识 惹事生费 那都是小弟 真正黑道大哥 他是不会轻易 这样子跟人家翻脸 除非你真的是 挡了他的财路 或是跟他有利害关系 非常严重的冲突 他才会出手 基本上 他也是喜欢 跟艺人做做朋友 这样觉得 我有面子你看 哇我这个喝个酒 哇你看赵船也来了 对不对 你看许孝顺也来了 康康也来了 他们是很喜欢 跟这些艺人做朋友 那这些艺人也愿意 为什么 第一点 坦白讲得罪不起 如果说我今天 我举例 如果说我今天到台南去拍戏 或是做秀 当地的角头老道 要请我喝酒 请我吃宵夜 我能说不吗 那他们给的酬劳 会特别好吗 或者是特别普通的吗 给的就是正常的行情 早期会好一点 现在大概就正常 可是因为真的 这些艺人出来外面 行走江湖 也是跑江湖 那基本上 对地方的人士 也不要太得罪 那他愿意 赏脸请我们吃饭 我们也好吗 就去 那当然 你说真的有什么厉害关系 基本上也不太会 他们就是喜欢做做朋友 请你们来吃吃饭 喝喝酒 然后有机会我到台北去 也找你出来 他们真的就只是诚友谊 那当然在艺人来讲的话 他们觉得说 这个不要得罪人家 第二点呢就是讲说 好万一 我比如说我到台南 或是我到高雄 假如我不小心惹了一点小麻烦 那这些黑道大哥 还可以透过他们的关系 来替我摆平 比如说像张飞 很久以前在秀场的时候 也得罪了不少人 因为有时候做秀的事情 档旗没有瞧好 那时候呢 他就有一些 其实是一些黑道大哥 真的就请他们出面来 帮他摆平这些事情 所以张飞在圈内这么久 基本上他是有些 真的是好朋友 没有利害关系的 就有什么事情 真的他电话一声 大哥就来了 那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金素梅 他那时候还不是 高金素梅的时候 金素梅那时候在 那时候还在开一个咖啡厅 他已经出来当艺人了 对那时候已经是艺人 已经是艺人了 即将要步入政坛的时候 他那时候开了个咖啡厅 然后就请记者去采访 采访在聊天聊到一半 突然有个地方小弟 搞不清楚状况 就冲进来 意思就是要保护费 你是艺人嘛 哇这个肯定 还有搞头 要见到跟高金素梅 要保护费这样 就金素梅看一看 坐下来把他请到边边去 跟他讲讲话 然后打个电话 因为他没有跟我们 坐在一起 他就另外把那个小弟 请到另外一桌去 旁边讲讲话 打了个电话 过一会儿 那个小弟也接到电话 然后讲一讲 马上站起身来 跟高金素梅鞠躬 对不起对不起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那很显然 素梅那个时候 也大概打了给他 道上一些朋友 来替他解决这个小问题 那那个小洛洛搞不清楚 素梅其实在外面人员很好 也有认识很多朋友 所以呢就这样 这样子心 解决了他一些小纠纷 所以我想艺人 基本上跟黑道挂钩 基本 也不能讲挂钩 就是说做好朋友 基本上真的就是朋友 真的就是交朋友 第二点有些小事情 大家摆平这样 好那事实上 是不是他们 其实我们这些 道上的朋友 对于这个经营演艺圈的 娱乐事业 是特别特别的有兴趣 其实已经有看到过 一些相关的这个例子 对不对 经营的事很成功 艺人跟那个帮派 他们是有互利的关系 共生的关系 是 早期的时候呢 一些绣场 你有时餐厅 那个绣场老板 给了票 跳票了干什么 你艺人去哪里 那找黑道老大出来 帮你处理 那有些黑道老大 有的艺人 小时候本来就是混黑帮的 有些以前本来就是四海帮 有的是竹林帮 那混出名堂来了 你说 他朋友就是那些黑道老的朋友 那有些人他出了唱片 怕被人家 什么盗版啊干什么 在夜市卖 他有说要找黑帮去取替 比警察取替还有效 就跟他们讲 你不要给我卖这个盗版 这个 他们互相都有 一个艺人 希望黑帮给他保护 有些艺人 本来就出身黑帮 那跟黑道交朋友 他有 就是刚刚黎明讲的 有些比较 不必打官司 意想不到的便利 说有人来找保护会 通电话来 另外大哥给他讲 你问他呢 你是哪一堂的 或是你混哪里的 他老大打通电话来 自己人你怎么跑去要保护会 他说大嫂嫂 对不起对不起 就走了嘛 他比较方便 那交朋友 只要他不涉及犯罪 都没什么问题 谁不能交朋友呢 好 那等一下回来 我们继续谈一谈 既然我们要讲黑帮 是企业化的这个经营 我们待会就来看看 那他们是不是 会受到警戚的波动 而影响呢 马上回来